郊西鄉公所為了讓鄉親更加了解自己的家鄉 並讓更多人看見郊西的魅力 自107年開始創辦鄉刊郊西郊新 到目前共發行了10期 同時在第10期加入了閱讀體驗滿意度 甜問卷抽好禮活動 並在昨天舉行公開抽獎 甜問卷抽好禮 禮品就是我們的這個藝術師傳 那這個藝術磁磚也是由公所的清潔隊員 隊員將這個回收來的這個磁磚 將它藝術化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每一個磁磚上面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那個藝術的作品 都是我們隊員用心的成果 那今天那個總共 甜問卷總共有63位 那我們要抽出20位那個得獎者 相公所主任秘書表示 這一次所贈送的精美磁磚 是由清潔隊回收廢棄磚清洗整理之後 再由隊員利用疊骨巴特藝術 產生繪畫效果 展示架也是隊員用回收木頭釘磚而成 兼顧美觀以及教育意義 得獎者如果剛好家裡就是說有磁磚 尺寸合的話 再換 那也可以就是用在這個居家修繕使用 就算是相當環保 因為如果說進去廢棄處理 它可能就是又碎掉了 畢竟它還這麼完整 把它藝術化的話 可以說是相當特別 郊西郊心相看不只傳達重要的鄉鎮訊息 也將在地的人、事、物、生活、藝文以及觀光旅遊等資訊 讓鄉親認識多元風貌的郊西 並宣傳施政成果以及破壞未來的願景 宜蘭新聞記者 LINE福星採訪報導